有一个特别是有一个病例是武汉肺的比较严重的病例 他们治得要的时候他们需要我直接去看诊 所以我们把手机带到了这个隔离室 那当场直接跟病人互动 然后我就问了很多问题去观察的一些现象 虽然万文问切中可能只有这个问诊做的比较到底 所以后来我也开放 然后这个病人也转好了 目前已经出院了 通许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汤英 也将医院收治的四名确诊病患 以中药治疗目前三位已检测双阴性出院的经验 发表成文章 这篇文章的第二段提到中医技术指导就是李宗恩医师 由于中医无法量化精准的确诊病患 因此以西医检测中医治疗的方式着手 比如CD scan出来整个肺部已经迷状化了 已经像误状一样确定你肺部有感染 可是他们回来想中医的方式怎么去解释 要以中药的方式来治疗 在李宗恩的指导下 虽然通许医院属于医疗水准较差的二极甲等医院 但一千两百位医护人员没有一个受到感染 通许人民医院有18位的医护人员 在保护不周的状况下接触了新冠肺炎的感染者 但是院方给予服用了最简单的像是干草干姜汤这样的疗法 使得整间医院在14天之后 他的医护人员是没有任何一位受到感染 从西汉到清末 中国史上一共发生321次大型的瘟疫 李宗恩也希望中医在这次战役中 能贡献力量不要缺席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曾玉京在矽谷的采访报道